娛樂消息要看到 台式喜劇俗女養成季第二季 在復興者這天回來了 女主角謝寅軒精湛的演技 讓人對她印象很深刻 而謝寅軒在全新第二季開播之前 也接受華視新聞台台長陳洋琳的專訪 大談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帶您搶先看 陳佳麟真的要回來了 在俗女養成季中 毫無形象的展現 讓謝寅軒吸收無數粉絲 隨著第二季上檔 謝寅軒再度成了熱門話題人物 這回她接受了華視新聞台長陳雅玲專訪 方攤中獨家爆料不斷 當年的戀愛小故事首度曝光 你幾歲開始談戀愛的 大學 大學 就是念北一大的時候 是學長同學 哪一個年輕的女生不喜歡 又高又帥 對啊 要有一點才華 才華很重要 通常有才華的男生 在感情方面特別有才華 謝寅軒總算體認到對象順眼就好 不過今年四十一歲單身的謝寅軒 還自爆被長輩催婚整整十年 還曾動了這個念頭 那有些人可能會去動亂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過嗎 有 有想過 我身邊已經有人這麼做了 但那個錢還真不少 信宜軒不藏私 大方分享 但讓外界絕對想不到的是 這位金馬影后竟然曾擺過三個月的地攤 那種是會被警察抓的還是合法的 會被抓的 所以你有那個警察來了 金馬影后的人生果真不平凡 完整專訪內容將在八月八號 晚間八點整點新聞播出 要讓粉絲們看到不同面貌的謝寅軒 華視新聞 潘堅任 王瀨宇 泰報道